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每天週一到週日 收看我們奇蹟標股的節目代表 台北股市今天其實滿有意思的 你說怎麼講 我們很快速瀏覽一下 台股的部分今天 其實在我的看法叫做大漲75點 也許有人說小漲 我覺得OK 最起碼台股今天開一個小高盤 開盤漲幅橫一點點 然後還做一個回撤小跌對不對 然後小跌之後 就一路往上漲 漲了足足100點99點 就是從今天加權指數的最低點 就一開盤急跌之後到中場收盤 那麼由12734收在12833 漲了足足降近100點 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 跟大家分享一些 真的啦我覺得 真的滿重要的一些關鍵 你說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今天是禮拜三 禮拜三 然後會員的部分 今天晚上會做直播 今天晚上 所以所有會員 今天直播我們會教你 比方說你過去你做錯的 那現在到底該怎麼辦 一筆單輸了好幾百點 類似這種的 所以今天晚上的直播裡面 在會員時間裡面 我會做教學說明 那我們如何面對這個困擾 那麼反敗為勝 你要去逆轉它 那今天最主要跟各位分享一個 叫守戰集中戰 守戰集中戰 對 那是什麼守戰集中戰 我舉例 我們就以今天 這是最標準的範本 請問 今天台北股市是上漲還是下跌 因為上漲啊 一路漲啊 對 那如果你今天從早上 一開盤喔 開盤之後 不管它漲還是它跌對不對 漲也好啦 跌也好啦 你開始做多 做多到收盤 會怎麼樣 你說我會大贏 你會 有一個狀況叫乾淨俐落 叫零 叫零 你說哪有可能的事情 你看著這個商品 這個是不是叫加權指數 對啊 這叫加權指數啊 加權指數它是怎麼樣 加權指數 這裡是最低 收盤最高啊 我今天做多一定贏 會不會說 零 你說零 對啊 各位請看 好所有電腦版的朋友 看著它 所以我就跟你 我一再提醒各位 第一個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的 你把你的電腦打開 這裡有一個總章有沒有 你就把它點下去你知道嗎 好 什麼 12800買權 對不對 買買權看漲 買賣權看跌 賣買權看跌 賣買權看跌 賣賣權看漲 我們又不是音樂員 我們又不是音樂員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不是啊 你說然後呢 不是我只問你嘛 這是10萬嗎 我沒有跟你分析選擇權 我只是我們來看它的報價 我只是跟你做一個風險報告 這10萬塊 10萬了 今天變0 這個8萬變0 這個8萬其實也是0 1跟0 請問有什麼不一樣 84變成1 跟0一組一樣 這個是不是也是0 這個又8萬 你把它算一算 將近快100萬塊 今天叫守戰集中戰 你今天充滿了興奮 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盤一定會去 對不對 一盤 另外一盤 今天把它扛就對了 好 全部都進場 然後呢 不管你是看漲的 或者是你今天是看跌的 通通守戰集中戰 叫做0 來 這個寫什麼 你又寫12800買啊 好 那你去買這個嘛 你又買哪裡 我不管你買哪裡嘛 你買40 買30 買20 買10 買5 不管你買哪裡 你的結局就是0 買一買全不是看漲 是 台北股市 今天不是一路大漲 將近百點 對 你不是看多 然後你就守戰集中戰 你為什麼不接受這個事實 我就跟你講 你背那個幹嘛 這個叫九死一生 所以跟所有的好朋友 不管是證券投資人 或者是眼神性商品的操作者 為什麼大家說 那都不要做 對啊 因為十個裡面有將近十個都要賠錢 將近十個 我開玩笑 我講的是真話 那請問你 你該怎麼辦 一種就是永遠不要碰它 一種是 害人聽聞的操作方式 照著PSY座 你知道今天多恐怖嗎 因為昨天啊 有軟體版的會員 你說 小米 你教我們利用軟體 電腦版軟體PSY嗎 禮拜三一定要做嘛 對不對 你說 問題是 我們又不是很懂 後面沒辦法 我只要說 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說好 那我明天帶你們做 我沒有辦法每天帶你做 我忙不過來 我說好 明天破例 我帶你做 我發簡訊給你 那你就做 好來 各位請看 來 老金 我不做分析 我只問你 這是早上的9點29 9點30 這是不是9點幾天 9點30 9點31 9點31 你為什麼不同一秒 你還有點涼 9點到9點半 我在運通財新台 坐在這裡 對不對 那今天早上在9點20分 PSY 不是被打到-50嗎 我不是說趕快趕快 我現在來不及發簡訊 因為它在9點20分到25分 -50該怎麼辦 要買要做多 正50要空 好 然後這個是不是 所以會員 你對照你的簡訊 對照你的每一筆 我沒有刪掉任何一筆 上面的時間叫中圓 我沒有說這一筆錯 我把它刪掉 不可能 你總共 我今天發了四筆 選擇選相關的 1234 1234 你現在要把它加起來 最少賺9倍 首戰及中戰 買一買錢看賬 買賣錢看賭到你怎麼換那 沒有換那 我們根本不賭行情 你就照著做 所以招待跟大家分享 沒有明天操作法 我給你講到這麼悲觀 沒有明天 要去一筆股票 OK 一筆股票 沒有明天操作法 這支股票叫做什麼 這支股票大家也知道 230 30點 聽說很厲害 對啦聽說很厲害 怎麼做 怎麼做啊 我講真話 但是這支股票 我們要怎麼做 你們買就贏了 對買就贏 昨天買呢 昨天買是賠 這是40 什麼叫明有明天 目前台股 我們在昨天提到 目前現股當中 佔整體大盤來到40% 像我們昨天不是舉了 30 37的星星嗎 他可以衝到70% 就是1萬張股票的交易裡面 有7000張 都是沒有明天 沒有明天 因為他今天買了 他今天賣的 他當天就回補了 他根本不在乎 該公司他所買的標的 明天是會漲還是會跌 因為該於無關 所以這個叫什麼 叫當沖 當你在做當沖的 你自己很清楚 你在做什麼 沒有明天的操作 你一旦是做沒有明天 那你記住 守戰集中戰 你進場一定要對 無論如何要贏 這個對跟贏 不能用嘴巴講的 好來我們看這裡 我每天跟會員 各位會員 親愛的會員 不管你是用我們的 你只要是我的會員 我都有提供你PSY對不對 一個是手機板 一個是電腦板 然後因為這個指標 很多朋友過去沒有接觸過 他跟一般的什麼KD MACD平均線不一樣 所以我必須服務各位 我不是說等一個軟體 讓你自己學會做 不對的 我既然提供你這個軟體 這個輔助工具 絕對有它正面效應 可是你拿的你要會用 你要會用 沒有人拿一把槍 然後槍口對著自己吧 可是我難講 你沒有教 真的有人拿這樣子 所以我要上課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儘可能 我就是我會利用 中午跟晚上 我會幫各位會員做直播 那直播呢 你的任何問題你就交代 你就叫你的服務人員 你說那個我看不懂 我不會OK吧 你的服務人員就會跟我講 然後我就有義務 在直播裡面 回答各位親愛的會員 你的問題好不好 因為我一個一個回答 我就一次統一回答 我覺得比較快 舉例 因為有會員問到 他要做當衝 那怎麼做 我說當衝我們要很精準 當衝其實兩個竅門 兩個竅門 你就保證贏 你有保證贏 對 第一個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去判定 我今天要當衝的股票 它是要往上走還是往下走 就這樣子 你只要判定得對 你就一定贏 就是我今天要當衝台積電 要當衝聯電 要當衝聯發科 我已經補定它今天一定是往上走的 那我就先買再賣 那相對的 我有99.999999 那純金你知道嗎 它一定是向下一路跌 那你就先賣再買 那你一定會贏 只要一 第二個是什麼 我針對我所要沒有明天的操作 我可以非常精準的算出來 它今天我要交易的商品 它的最高點跟最低點 我請教你 你只要算得出來 你敢有可能輸 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個也是手佔集中佔 因為你只要進場賣 它就一定漲 ok對不對 手佔集中佔 我就去買了 反正它終於一定要往上走 相對的 手佔集中佔 我進場我就是賣它 它就是要跌到我的規劃價 那你怎麼算 我們來看昨天 我現在講的是昨天 各位親愛的會員 你每天的工作 除了早上進場做操作之外 中午或者是晚上 我們會員的直播時間 親愛的會員我是為你做的 所以你總要看一下吧 好來 這是昨天 這是漲碼 昨天是不是22.15 沒有錯吧 昨天收盤22.15 昨天晚上 我幫各位親愛的會員 直播的內容 好我們說 我明天要當沖聯電 我要當沖聯電 然後我要守戰集中戰 對不對 但是 我就一定要贏 好那我怎麼做 首先呢 我要把明天的價位估出來 你看 我要把明天的價位估出來 好 我估出來之後 這個叫壓力 這個叫支撐 好 這個壓力會在 約略落在23 支撐會在這裡 會在這裡 所以如果聯電 8月 這是8月25號對不對 8月26號的聯電 如果早盤開出來 股價在22.9 22.8 23這附近我該怎麼辦 我要守戰集中戰 請問我該怎麼做 你要先賣 你要先賣 對啊 因為它一定會跌啊 再來 因為小小美 那如果不在23呢 它在21.6 21.65 21.7呢 那我要守戰集中戰 我該怎麼辦 要先買 你要先買 你要先買 然後呢 守戰集中戰 我來看聯電 我不是跟你舉一些怪怪的股票 我是跟你舉 昨天交易量高達10萬張的 2303聯電 那請問你 21.6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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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不在這裡 那今天 是先買 再賣 沒有明天操作 還是先賣 再買 你在這裡先賣 再買 那你不就虧損 那你先買 再賣 先買再賣 先買再賣 那你不就一定贏 那關鍵 回顧頭來 你要能夠算啊 你怎麼算 用嘴巴講的嗎 算法就寫在這裡 好 我們進一段廣告 廣告後 跟各位做簡報 PSY50進場 PSY祝福您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 顧得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拨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樣我先把 來各位請看 你要當沖 可不可以 所有的股票都能做 任何股票 那記住 你要去精算 我明天債 別人說我 我明天債 要做3037的行星 對不對 我現在說的是明天債 不是今天 但是他今天會收79.6 那我明天該怎麼做 你今天就要規劃好了 不是開盤了 憑著你的心情 一下子買 一下子賣 你就亂做 你只要去用手戰集中戰 凡事多算勝 少算不勝 要記得 善戰者不敗 善敗者會終勝 萬一你過去的操作是不佳的 不用說你過去做當沖 你輸 你做台子騎輸 你每星期做選擇錢 每一星期都去用變零 好 那你要去發 你要去知道 你為什麼被變零 我覺得這個才重要 你要去想 為什麼 這是12758 對不對 我要12800 買全我買進 然後今天它是大漲的 我一開盤就買 我還不是在這邊買 因為我開盤低點我就買了 我買買全看漲 你自己做的商品變成零 去用手戰集中戰 這不是很完美的事情 你行情還猜對 還看對 你還進場交易了 你變成零 我們今天是可以賺9倍 上個禮拜是17倍 17倍 1萬塊變17萬 1千塊變1萬7 1千塊變1萬7 你今天有做的 各位親愛的會員 9倍 我給你算了一下 大約是賺9倍 一照我發給你的簡訊操作 照著你的皮的衰錯 1萬變9倍 我們來看連電 你要會算 怎麼算呢 第一個 這裡是不是寫了一個 13 這裡寫了一個 48 為什麼是13跟48 為什麼不是50 20 50 100 對不對 那個是比較厲害的人才會用 那因為我比較笨好不好 我也是笨蛋 我不會 所以我只會很精準去算出來 市場真正的成本 而不是薄弱的共識的力量 週線 雙週線 月線 季線 半年線 有沒有力量 有 那個叫共識的力量 那不叫真正的力量 那個叫齊頭式的力量 我們不需要那一種 你今天不是個 你今天不是個研究人員 你是確實進場在做交易買賣的 我們不可以讓人家守戰集中戰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很精準把明天 或是你當天要操作的商品 你價格你要算得非常準 好 怎麼算 我們來看 因為它最高點在27.4 最低點在15.15 從這裡起帳 所以我要怎麼精準算出來 我用5天嗎 那不是亂算 我舉例 你看著這張圖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你如果5日平均線 是把這5天的週盤價加起來 除以5 這是有毛病喔 你這5天加起來 除以5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懂耶 那個叫週平均線 週平均線 對啦 然後呢 這裡是最高點 他到這一天 總共幾天 13個交易日 這裡是起帳 到這一天總共幾個交易日 48個交易日 然後呢 你不能用平均線 平均線叫MA 你要用權重平均線 你叫加權平均線 加權均線 從最高點以來 把天數算出來 叫做波段 這叫空方波段 這叫多方波段 把多跟空算出來 利用加權平均法 你就會得出聯電 如果在23 它會走這個區間 它壓力會在這裡 支撐會在這裡 那請問壓力是先買嗎 那有可能 你除非它是跳空站上23 回側走住23 那這個點當然是買 否則 往上 這裡叫做要先賣 往下 要先賣 你怎麼做不贏 這裡不是21.6 不在這裡 要先賣 學不來的就學不來 我也沒辦法 我已經盡力把真正的 跟各位做分享 那各位會員 你要會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今天 今天 今天的研究報告 我們稍微放大一下 這個我們叫做 讓人瞠目解舍 匪夷所思 害人聽聞 什麼動動 PSY 你說真的假的 你說我知道PSY很厲害 這兩年八個月成功率 可以高達90% 對 你又哪有什麼好害人聽聞的 我都聽過了 但是你有聽到說PSY選擇權嗎 對不對 這是正50加0軸 這副50 這正50 這副50 這個是在今天早上 9點20到9點25 剛好我上節目 我剛好電腦一按 剛好到副50對不對 好 這總是有吧 你就上網到運動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今天早上9點9點半 大概在9點20分到9點25 我們看一下 不是-50嗎 從這裡 牛到這裡 牛差不多要100點 如果還做不贏 我又沒辦法 這就要100點 這個有沒有 這只有一天 你以為這裡多久 這8月26 這是8月25 這好像一天 這裡要100 這個也跌掉100 這個漲了100 這個漲了100 這樣做不贏 兩個最高點 兩個最低點 你在兩個最高點做空 你在兩個最低點做多 不就守戰集中戰嗎 我請問你 你進場就是中戰啊 為什麼 因為你進場之後也沒有低點 你進場之後再也沒有高點 我就守戰集中戰了 揭露每一筆 而不是之前的每一筆 抽這一筆 我沒有給你打差 今天喔 就說今天喔 你對照簡訊三倍 今天對照簡訊三倍 三倍喔 不是三成 哪裡不對 全對 首戰集中戰 歐北周圍99%今天被歸零 結果PSY你今天是暴贏的 所以歡迎各位跟著PSY操作 如果各位對我們的PSY有興趣的 想進一步了解的 歡迎你可以聯繫我們的服務人員 節目最後 祝好讓所有的好朋友 身體健康 學家平安操作順利 謝謝你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不保證 我們節目資料 只有每個市民